字幕字幕 李宗盛 OK 好 那 7點了 我們也該開始上課 雖然還是沒有幾支 雖然來的人不多 再提醒一下 第二個project 下個禮拜就要DUE了 請大家注意一下 第三個project 我應該這個週末 會把它Announce出去 所以請同學注意一下 第三個project的DUE 應該是 就是五月底六月初的時候 事實上最後一個project 跟第三個project之間 可能會有重疊 所以我第四個project 就是期末的 期末應該也是應該是會在這一兩個禮拜就post出去 就是那個會給比較多的時間 因為期末的project 所以佔的比重稍微多一些 問題也稍微複雜一些 我們上個禮拜講到Google Annette 對不對 我們有講到那個Inception Inception Module 其實就是在同一年喔 2014年的那個第二名的那個model也是算是蠻有名的喔 雖然那個他沒有贏到第一名喔 那他離第一名其實也還算蠻接近的分數喔 那他是叫VGGNet OK VGGNet 那這個是其實是那個Oxford University那邊的一個 Research Lab 就是做出來的 OK 這個模型相對來講是一個比較簡單的一個模型喔 他大概就是 大概兩到三層convolutional layer 然後有一個pooling layer 然後再兩到三層convolutional layer 再一個pooling layer 就是一直這樣子堆疊上去 疊得很高喔 全部大概有16到19個convolutional layer OK那當然 至於就是16還是19 那看是你講的 因為VGGNet就像那個 那個一些其他的那個網路 那個 像那個後面我們馬上講到一些別的網路架構 他都有這個所謂的variant 就是一些 怎麼講 就是比較 就是一些一些變形 其實包括那個 這個GoogleNet也有變形 也有變形 那我們等一下也會講到 OK 那VGGNet的變形 其實比較簡單 他就是看比較 他的厚度 看他的那個深度 OK 那到最後當然有個dance layer 那有兩個hidden layer 然後最後就是output layer 去做分類嘛 OK 那他比較特別的是 他全部都用三層三的filter OK 但是用很多很多這樣的filter OK 那 就是 他是在2014年 在這個IOS VRC 這個競賽 拿到第二名 那是 其實是一個也算是蠻有名的一個模型 OK 那我們不會在課堂上細講這個 因為其實他的模型的那個 就是沒有 並沒有一些新的idea 但是他的效果之所以好喔 某種角度上來講 是因為說他的模型比較深喔 OK 那隨著我們可以看到說 後面從GoogleNet以後喔 基本上你會看到那個模型越來越深 OK 越來越深 那VGGNet之所以他的表現好 也是因為他的模型比較深喔 OK 那 那 值得比較 講的比較多的是叫做這個 這個叫ResNet OK ResNet 那ResNet是一個 一個 大陸的一個研究者 就是說 創出來的一個東西喔 那這個研究者還算蠻有名的 何凱明喔 何凱明 他其實有很多篇的 那個ComputerVision的 那個他的paper喔 那 所以他對ComputerVision 其實做了很多 很重要的貢獻喔 那 那 他裡面 其中最重要的貢獻 當然 ResNet可能算作其中一個 那 其實他還有別的 都是很重要的喔 你們可以去看一下這個 何凱明他的這個 那個 網頁喔 去看一下他 發的一些文章喔 基本上都是發在 就是 就是 第一集的 就是 就是 會議論文喔 主要是在CVPR上面 OK 那 他在 2015年喔 拿他的這個 ResNet 拿了這個 IOS SVRC 這個 Challenge的第一名喔 那個 他的提出來的這個網路叫做 Resedual Network 縮寫叫ResNet OK 那 這個網路喔 他可以 他的那個 Top 5 Air Rate 降到3.6% 這個是很驚人的數字喔 因為 如果大家還記得喔 就是那個 前面一年的冠軍 就是2014年的時候呢 Google Net OK 就是Google這個公司 他可以提出來的網路架構呢 他的Top 5 Air Rate是多少 大家還記得嗎 這個 大概 大概 比7% 再小一點點啦 大概 6.9%之類的啦 OK 好 你要從6.9%降到 這個 這個 3.6%喔 是降了整整 3.3%喔 砍了快一半喔 這個其實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Improvement喔 這個 其實後面 也比較少再發生這麼大的這個Improvement 因為這個東西 其實真的是 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喔 OK 那 嗯 所以呢 基本上他這個Resnet的 OK Recitual Network 它有 好幾個變形喔 最深的是152層 然後其他的像 34 50 跟101 OK 就是我們通常叫做Resnet 152 Resnet 34 Resnet 50 Resnet 101 OK 那這個數字代表什麼東西呢 這數字代表的是那個 就是它的 Convolutional Layer 加上 這個Dance Layer的數量 OK 它其實都只有一層Dance Layer啦 就是Output Layer那樣子 所以基本上其他都是 就是Convolutional Layer OK 那 你可以看到說像這個 152 你可以想像它這個乘數是多深喔 OK 總共有150層以上的 Convolutional Layer 那 那這要怎麼訓練喔 可以訓練到它讓這個模型可以Converge 這個是很 就在當年 在當年 2015年來講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OK 那當然 它這裡面提出來的這個概念就是很重要的 OK 那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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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它這邊也告訴大家一個 General Trend 就是說 模型喔 越來越深 然後呢 那不但越來越深 而且它的參數越來越少 OK 參數越來越少 就是 如果大家還記得那個AlexNet 雖然說它的 層數也許不深 可是它用的參數還挺多的 對不對 那GoogleNet已經比較比它深很多 但它用的參數就比它降低非常多倍 對不對 但是這個ResNet它的參數降低 又再下降 但是它的深度很顯然 這個152喔 ResNet 152是 贏到冠軍的那個模型 基本上 它的深度比GoogleNet還深得多喔 還深得多 好 那 它的 裡面主要的貢獻是 它用了一個東西叫做 Skip Connection OK 或者叫做Show Card Connection OK 那其實這個東西呢 某個角度上來講 不是 不是完全新的東西喔 因為我們在那個 在講那個 Functional API 你記不記得同學 記不記得 我們有講過一個 叫做Deep and Wide Network Deep and Wide Network 那在Deep and Wide Network 我們就有像這種東西 就是一個Link 從下面 欸 跳上來連到後面的 記不記得 這個其實就叫Skip Connection 這個就叫Skip Connection 但是那時候 我們只是 單純就是說 我們解釋說 用Keras 怎麼樣子去 去建構這樣的模型嘛 我們其實在那個時候 雖然我們有講到 這樣的架構 但是我們沒有去講說 欸 這樣的Skip Connection 為什麼它好 對不對 或者說 我只有講說 有一些的 Information 要從深的 比較深的模型 比較深的 就要經過幾個Layer 才學得到 有一些 經過比較淺的 那個 這個比較好 但是我沒有講到更 就更重要的一些 為什麼Skip Connection 是比較好的理由 那我們現在 等一下我就會講 解釋一下 這個東西 為什麼是重要的東西 OK 那 那接下來我們就看一下 這個圖 OK 那我們先看這兩個 OK 我們先假設 我們有兩個這樣子的網路 它的Input是這樣子 然後 經過這兩層 然後倒出去 OK 一樣 這個有Input 然後經過這兩層 然後出去 但這個地方呢 因為我們有個Skip Connection 這個Skip Connection 出來的這個結果 會跟這個 經過這兩層的這個Output 做這個 Combine 把它加起來 然後再出去 OK 好 那假使我們現在 讓這兩個網路 去學同一件事情 去學同一個Task OK 我們先想想看 大家先想看 什麼叫學一個Task 或者說在深度學習 我們去Train一個Model 我們最終的目的是 讓它變成什麼 OK 其實 最終的目的就是 就是說我們的Input假設是X Input假設是X OK Model不管你是在做 Classification 或者做Regression OK 那個不重要 重點是在說 在經過一段時間的Train 以後呢 這個模型它最後從Input X 會輸出來一個H of X OK 會輸出來一個H of X 一個函數啦 一個函式啦 一個函式 當然我們不知道這個函式是什麼東西 對不對 這個函式是從 那個你的 你的未進去的資料跟它的Label 之間的一個Mapping OK 簡單講H of X 反映的就是你未進的資料 跟它的Label之間的Mapping 你要去學的是這個兩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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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Mapping 把這個Mapping 任何的Mapping在數學上 OK 就是說在 廣義上 我們都可以想像成 是一個Function 是一個Function Function就是從一個Domain 印射到另外一個Domain 對不對 OK 希望講到這邊還沒有 還沒有Loss掉你們 OK 就是 就是你如果說把它 Generalize來看的話 一個Function就是從一個Domain 印射到另外一個Domain 那深度學習就是 我們從資料 印射到Ground Truth 對不對 然後我們學到這個Function以後呢 然後 下面有新的資料 我們理論上就會印射到 它應該要對應的Ground Truth 是什麼對不對 應該要對應的 當然 就是說 至於說 它的準確率 那是另外我們來衡量的 對不對 好 所以說我們一定是 我們其實不管是 Classification或Regression 到最後其實我們的 深度學習 最後都是學 或者不管是你想說 深度學或者是機器學習 whatever 你的模型到最後學的是一個 Mapping 那這個Mapping 我們用H of X來表示 好不好 好 那X是我們的Input 好 那如果我們把它變成有一個Receive 就有一個這個Skip Connection 那這個結果 從Input X 我們輸出來也是一個H of X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想要達到的也是H of X嘛 就是因為我們想要用這個 不管用這個模型 或用這個Model 用這個架構 或用這個架構 我們希望去解決的都是同一個問題嘛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想要做到的Mapping 都是H of X 這沒有問題吧 對不對 這沒有問題 但是注意到 因為這邊有個X 這個X會從這邊被直接Pass到這邊來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說呢 某種角度上來講 你希望這兩層學到的東西是什麼東西 因為這出來是H of X嘛 那這邊又是一個X 會跟這個相加 所以這個東西學到的 跟這個X相加會等於H of X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也就是說這兩層 理論上會變成這樣子 H of X減掉X 我們叫這個東西叫F of X好不好 就是我們會希望這個東西 學到的東西是一個F of X 是長這樣子的東西 長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講到這邊 大家可以接受 我其實沒有講數學 我盡量沒有講到很數學的東西 我就是講概念嘛 對不對 就是講概念 好 那接下來呢 OK 好 那個 那大家現在應該到目前為止 至少你們 自己都有動手去train過一些model 對不對 都開始train過一些model 那我先開始問同學囉 你們model在開始 一開始的時候 model給的是什麼東西 我的意思是說 你這邊 你的model裡面的 就是說這邊有一些neuron嘛 對不對 這邊有一些神經元嘛 對不對 每一層有一些神經元 有一些神經元 那你這些wait 理論上都要被initialize 對不對 不要初始化 對不對 那初始化 我們有講過說 根據你的神經元的種類不一樣 你初始化的方法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初始化的方法不一樣 那個初始化的方法不一樣 其實它只跟什麼有關 它只跟variance有關 對不對 對 就假設你是用reeloo 你可能用某一種variance 你如果說用別的 你可能用hypertangent 你可能用另外一個之類的 但是它的平均都是多少 它平均其實都是零 初始化的weight 它的distribution平均是零 只是說你的variance不一樣 根據你用的 就是attivation function不一樣 會 我們上一章有講 它會建議你用不一樣的 initialization的這種技巧 譬如像核initialization 像這個glowrote 對不對 glowroteinitialization 還有latroninitialization 但是這些initialization 如果你回去看 它主要是改變那個sigma的值 就是你分佈的那個 weight分佈的那個standard deviation 但它平均都是零 平均都是零 什麼意思呢 所以說你這邊 其實你用的那些weight大多都 你可以講說都在零附近 當然不一定就是剛好是零 但是可能都是在零附近 對不對 好 就算你的input不是零 你經過這個大多都是接近零的 統計上來講大多都是零的 你這邊出來的值 你可以想像 在你一開始訓練的時候 這個出來的結果會變成 應該是一個很小的值對不對 對不對 應該是一個很小的值 對不對 在一開始訓練的時候 然後再到這邊的時候 哇 又經過這個同樣道理 這個也是被initialize成很小的值 所以這個值進去的時候 那這因為它的weight很小 那你經過apply這些weight以後 再把它加起來 它還是很小 就是越來越小 OK 所以呢 你甚至可能跑到這一層 還有一些影響 到這一層可能這邊都是零了 OK 這邊上面都是零 上面都是零 OK 上面都是零 OK 上面都是零 那我這樣講當然不是說 那結果你就是 就是都沒辦法train 是可以train的 但是只是說 你上去以後 你的back propagation回來 你會做一些調整 對不對 那做這些調整了以後 會讓這邊的值變 可能會變大 輸出的值變大 然後慢慢會影響到下面的 然後這邊因為 這邊原來假設是 很接近 假設是零 然後現在變得比較小 但是還不是零 然後再慢慢 再經過幾次的back propagation 然後這邊又變大 然後再往上影響 OK 所以呢 其實呢 其實呢 你是一個從 從一開始喔 這邊 你這個input進來 一開始喔 是從一個 這個output 其實是一開始接近零的 從這個零 慢慢approach到h of x的過程 OK 基本上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基本上一個model的training喔 大概是 就統計上來講 當然不是exactly那樣子 但是 不管你input是多少 你出來的這個結果 從model在開始訓練的時候 這個出來的值大概都是零 接近零 到慢慢慢慢慢慢 到最後變成model 訓練出來會接近h of x 所以它是一個從 輸出的時候是 接近零到慢慢變成h of x 好 這個是這種形形 好 然後呢 那這個地方呢 那想想看喔 這邊 就是說我們這邊到這邊 我們要學的是這個f of x嘛 對不對 其實就像我剛剛講的類似的理由喔 這邊都開始都是零嘛 對不對 這邊也是開始都是零 所以呢 你到這邊你輸出要變成這樣子的東西的時候呢 其某種角度上來講 就是說 你一開始也是 從輸出來接近零的東西 慢慢慢慢會變成 這個f of x的樣子 就是h of x-x的這個樣子 就是說它的過程是這個樣子 好我們假設它 converge的速度是一樣的 假設它converge的速度是一樣的 是從0 要到h of x 另外一個是從0 要到h of x-x 就是這個f of x 假設它converge的速度是差不多的話 假設它converge的速度是差不多的話 那哪一個會比較快 那哪一個會比較快 那就看說 你的h of x 這個function 它到底是比較接近0呢 還是它比較接近x 對不對 你如果比較接近x 那你就會到這邊會比較快 那比較接近0 那就從0到這邊會比較快 對不對 對不對 那 事實上在大多數的 那個 那個 就是說 那個 training的 就是說這種 這種task 就是說這個learning的task 你會發現喔 其實很驚訝一點的是什麼 就是說 其實呢 你去學到的那個h of x 其實它跟identity function 比較接近 它會跟identity function比較接近 它對identity function的距離 比對0的距離近得多 所謂h of x 比較 離identity function比較接近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 這兩個減下來比較小 這兩個減下來比較小 也就是說f of x 比較接近0 ok 比較接近0 所以 同樣從0喔 從0 一個是從0到f of x 一個是從0到h of x 那 這邊會比較快 這個是第一個 重要的地方 ok residual network ok 有兩個理由 為什麼它converge比較快 然後它通常表現比較好 ok 這是第一個很重要的理由 就是 ok 第一個 你會發覺說 你去approximate的這個mapping 其實大多數的時候 你這個 那個 想要approxy出來的這個 這個mapping function h of x 通常 它跟 所謂的identity function 都比較近 ok 那既然是這樣的 那 當然你用 你用這樣子 你有一個skip connection 你就會幫助你學習的那個速度 ok 我們叫這樣子的東西 不是去學h of x 我們讓網路不是去學h of x 而是去學h of x 減掉 x 這個東西 我們叫這樣子的學習 叫residual learning ok 它不是去學h of x 還是去學h of x 減掉 input 的結果 ok 好 那這個是第一個原因 為什麼 這個residual network 比較快 那另外一個原因 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說 residual network 很重要一點就是 它有 它的那個建構的那個 就像那個 Google net 它的那個building block 它建構的那個block 是那個inception module 對不對 就是我們把那個inception module 疊成好 疊了好多層上去 對不對 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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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idual unit 叫residual unit 那這個residual unit呢 它就是一個 兩層的 這個 CNN 應該說兩層的一個 兩層convolution layer 加上一個skip connection 兩層的 就是說 或者我拿圖來給大家看 它長的這個樣子 長這個樣子 一個convolution layer 兩個convolution layer 然後有一個skip connection 這個就叫一個residual unit 這就叫一個residual unit 當然每一個convolution layer 在resnet裡面 都綁了一個batch normalization 都綁了一個batch normalization 那我們之所以把它綁batch normalization 當然是希望它比較好train 不要有那個exploding 或者說vanishing gradient那個問題 OK 那不是重點 那不是重點 重點是在說 好 那我們現在 這個 如果說我們開始 OK 就像這邊你看 這是一個residual unit 這是一個residual unit 這是一個residual unit 相對於傳統的網路 是講這樣子 對不對 好 那重點想想看 記不記我剛剛的討論 就是你在開始訓練的時候 你可能input是從這邊來 OK 但是呢 OK 你這邊 因為它的initual的weight 都接近0嘛 所以你這邊output會很小 對不對 然後又這邊initual的weight 都是比較接近0 所以這個output會越來越小 小到一個值以後 到這個上面都是0對不對 至少在開始training的時候 一開始會是這個樣子 對不對 好 那我問同學啦 你這個output如果這邊都是0 你這一層以上的這些layer 你可以學到任何東西嗎 你沒辦法學到任何東西嘛 因為你每一層上去的signal都是0嘛 signal都是0 你怎麼學任何東西 對不對 對不對 沒有辦法學到任何東西 所以 所以 很可惜 就是說 那這個東西當然不會永遠是這個樣子 不會是永遠是這個樣子 只不過它需要花更多的時間 等於說就像我剛剛講說 你隨著back propagation回來 它這邊的weight會調整嘛 調整調整調整 它上去的值就會變大一些 慢慢慢慢就會把這個 畫叉叉的這一塊 可能不會在這邊就0了 它可能會再往上 再往上 可是再往上的過程 它會慢慢往上嘛 所以它這個blockage 擋住學習的這個過程 你需要把它 它會慢慢往上調整 直到整個網路都可以開始學 那你一開始的時候 只有下面幾層可以開始學 下面一兩層 然後兩三層 三四層 四五五六層 這樣慢慢往上推 到最後才可以學到整個 那這個大家可以想想看 當你的網路喔 是比較深的時候 這個問題就變得很嚴重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你很多的時間 你基本上都在train下面幾層嘛 上面那幾層 根本很少時間在train它們 對不對 好 但是呢 當我們有這個skip connection 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的時候 這樣跳的時候呢 你看喔 這是input x ok 那當然 我們這邊會去train它對不對 ok 然後呢 這個地方x會被跳過來在這邊對不對 好 就算是這兩個出來的值接近零好了 沒有關係 因為這邊的值還是不是零嘛 你還是至少是x對不對 至少是跟你的input相關的東西喔 至少跟你的input相關 而不是跟你input沒有相關的 我說這邊被block的意思是說 你的這邊input跟你的這個 跟你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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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那個那個那個光處 跟你的label完全沒有關係了 因為你這邊都是零了嘛 零了你那邊label是什麼呢 跟你的input一點關係都沒有 但是你這邊x的時候 你到這邊 欸這邊還是x嘛 對不對 至少還是個x 居然這邊是零了 這邊還有x對不對 ok 甚至你在這邊發生那個blocking 就skip過來 這邊還是x喔 所以你至少有一個x 而且這個x會跟你的input一樣對不對 ok 所以呢你注意到 他的學習喔 這邊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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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也可以做 所以他一開始做training的時候呢 他就是一個小單位一個小單位 對 我們可以做的 因為你平衡很快 這邊有一個小單位 還有一個小單位 對 那些小單位 還是有一個小單位 然後呢 請問你 可以怎樣做 可以嗎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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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感谢观看 ok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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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就是要这样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ok 大概是这样 就是说 是什么东西 感谢观看 严格讲起来就是说这些model 包括Inception,V3,V4,Exception,SENET 其实他们都有pre-trained model可以用 我们事实上很少需要重新 从头来训练一整个新的这么深的模型 机会实在不大 但是为了要给大家一个例子来看 我们这边特别把ResNet 34的怎么样子设计 就是说用Keras设计 我们这边介绍一下 其实是很简单的 其实大家以前已经学过 Functional API的概念 但这边当然它用的稍微特别一点 它是先create一个 Residual Unit的这个class 这样子比较好处理 因为它就是一个Residual Unit 一个Residual Unit来去create 这样比较方便 所以这边先是Residual Unit的class 它是一个layer的subclass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有一些 比如说Filter的数量 Stripe的数量 Elevation Default是Residual Unit Stripe的Default也是E 但是Stripe 大家可以看到说 有一些情形它的Stripe不是E 有一些情形它的Stripe不是E 这个我们后面再分开处理 但是Default大概都是E 然后这边 然后我们先拿到它的activation 这个activation是Residual Unit 通常是Residual Unit 然后再来 OK 这边是用那个 这边是用这个 就是我们在Main Layer里面 有两层的Convolution Layer OK 那它的就是Filters Kernel都是3x3的 Stripe等于Stripe Padding等于Same Use Bias等于Force 然后每一个Convolution Layer 都会跟着一个Batch Normalization OK 那下面这一层也是类似的 OK 然后呢 这边的Stripe 这边的Stripe固定是E 因为你可以看到说 在那个 Residual Unit里面 就是那个 如果大家还记得 希望 这边 你可以看到 OK 它的第二层 你看 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一层 第一层 第二层 它的Stripe都是E 就算是这个 有一个Stripe是2的 它第二层也是E OK 所以 所以 你可以看到说 在这边的Code 它第二层 这边Stripe是E 这边写死的 那这边的Stripe是可以改的 这边是可以改的 当然它的Default是E Default是E OK 那Sale Skip Layer 是空的 就是说 就是说 一般来讲 我们是直接Skip 但是如果说Stripe 是不等于E 的话 是大于E的时候 是大于E的时候 那 我们这边的话 记不记得 我们那时候 我们就要 我们那个Skip Connection 就经过一个C 那个Covidution Layer 对不对 必须要 必须要做一个 要把它那个 Fissure Map Size 就用那个Stripe 把Fissure Map Size 长宽各-2 然后Fissure Map的 数量要变大 对不对 所以这边 你看 我们这边Covidution Layer Filters E Stripe等于Stripe 因为这个Stripe 会PASS过来 是2 因为它如果 不是大于E的话 就一定是2 OK 它只有1或2 那PALIN的Send 点点点 这样子 然后再 再接上一个Bash Normalization 就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 把这些 把它连在一起 在这边 这个Code 把这些层 把它接在一起 OK 那这样子 那这个是它的 这个 这个 Residual Unit 这个Class OK 然后呢 有了这个Class 接下来就好办了 OK 你的组程式非常单纯 OK 你看 这边 我们就用Sequential API 就好了 OK 因为那个 唯一会有Skip Connection 的 已经在那个 Residual Unit 这个Class 已经被处理掉了 剩下来都是 都是Sequential OK 所以一开始 先Add了一个 Comp2D 那六四个 这个Fissure Map 然后它的那个 Kernel是7x7 只有那个是比较大的 Kernel Stripe等于2 Input Shape 是224x224 OK 因为每一个 那个 Image Input 224x224 然后它有三个 Channel 彩色的Image OK Pairing等于Send 那 Use BIOS 等于Force 然后再 我们再Add了一个BatchNormalization 对每一个Comp2Layer 都Add了一个BatchNormalization 然后再 再Add了一个什么 把ElevationFunction 把它Add了上去 然后再 再加一个MaxPooling 那这个地方是 它的Stripe2 OK PoolSize 它的KernelSize 是3 OK 就这样子 就是 那 就是 也就是说 在 在 经过这一堆的 这个 Recision Unit之前 就是这两层 我们把这两层做好 做好以后 就剩下一堆 Recision Unit 然后再来就是 Global Average Pooling 跟一个 Fulley Connelly Layer 当 这个Opper Layer OK 所以这个剩下就很简单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 把Recision Unit 跌上去 那跌上去的话 这边 OK 我们先把Previous Filter的数量设成64 那 For Filters in 64 乘上3 加128 乘上4 加256 乘上6 加512 乘上3 这个代表 这个代表 简单讲说 你会RUN这个Loop三次 Filter用64 来用 再RUN这个Loop四次 然后Filter用128 来 assign 然后再RUN这个Loop六次 然后Filter assign 256 然后再RUN这个Loop三次 然后Filter 设成512 就这样子 然后Strike等于1 如果Filter跟Previous Filter是一样的话 要不然的话 Strike是2 就是在第一次 它的Fissure Map 变不一样的时候 你的Filter 对不起 Strike的那个Size要是2 其他都是1 OK 那Model Add 就是你把Recision Unit Add进去 OK 那Previous Filter等于Filter 就这样子 没有了 OK 就这四堂后的 你就可以把所有的Recision Unit 都加上去了 OK 你加了多少个Recision Unit 3 4 6 3 总共加了16个Recision Unit OK 所以非常方便 OK 当然你这边是Code Recision Unit 这个Class的Code 所以可以做得这么简洁 OK 然后做完以后 你加了一个Global Average Pooling 然后把它Flighten 起来以后 再接一个Dance Layer OK 那这边理论上 应该是1000 假设我们这边 这个Model做出来 是要去做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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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Image Net 的那个 竞赛的话 它应该是有1000个Class 这边应该是1000 那Agnation Softmax 就这样子 所以 你可以看到说 虽然这不是赢到冠军的Model 这个只是ResNet 34 但是 ResNet 152 大概比这个Code 大概了不起多个 大概四五行就干掉了 其实很短 OK 全部加起来大概 不到40行 不到40行 OK 就算是你用 你去做一个ResNet 152 全部的Code 加起来大概 50行之内打死 OK 那你就可以赢一个 IOS VRC的冠军 OK 那 这个 这其实是 非常简洁 那这个当然是 嗯 就是说 这个 这个 这个例子 Demonstrate 两件事 第一个是 ResNet 是一个很简洁的 一个Model 另外一个就是说 Keras的API 是非常 Powerful的 OK 那 当然你也可以用来 用Keras的API 去 去implement别的CN Architecture 包括我们这边 嗯 已经Color的 像什么Inception Exception 这些各式各样的Model 但是呢 OK 其实呢 Keras 就 那个 已经带了这些 pre-trained model OK 所以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 通常 你这些 比较深的Model 你通常不会是自己建立起来 然后再去train 它 你通常是说 你应该是 你把这个pre-trained model loaded进来 然后可能把它上面的几层拿掉 然后 然后 做Transfer Learning OK 来解决你自己的问题 OK 那 嗯 所以我们要怎么用这个 这个pre-trained model 举个例子来讲 OK 假使你要用这个 resnet50好了 OK 那 你怎么用 其实很简单 所有的pre-trained model 在Keras 就是都有一个叫做 Keras.applications 的这个 这个class 那里面都有这些包含的 这些 这个pre-trained model 都可以直接用 那 嗯 在这个 TensorFlow的话 你可能要先知道 model font在哪边 但是Keras 它直接这个API 就可以帮你 把这些pre-trained model 直接download下来 OK 那你可以看到说 你这边 你可以 就当你 你这边 这个例子 我们要的是resnet50 resnet50 然后 那这个Weight 等于ImageNet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这个model 它可以 它当然 它的pre-trained model 它有 用不一样的 資料集去pre-trained过 那其中一个 pre-trained model 是用这个 ImageNet 这个dataset 去pre-trained OK 当然它 还有别的 别的 用别的 資料集去pre-trained过的 同样是 resnet50的model 那 至于说 有哪一些选项 你们可能要去看 Keras API 去把所有的 Weight 它的option 全部看一下 OK 好 那 就说 用这一行 就可以把这个download下来 OK 那 你要用它 你要怎么用 OK You first need to ensure Image have the right size 因为 input layer 是不能动的 input layer 不能动 大家 其实 我们在前一章 就有讲过 transfer learning OK 我们现在 只不过前一章 在讲transfer learning 的时候 我们就是用那个 Fashion MMIST 对不对 去当例子来讲 但Fashion MMIST 实在是一个 太小的例子 用那个东西来讲 transfer learning 实在是有点像 杀鸡用牛刀 所以 所以严格讲起来 其实不是一个适合的例子 那这边的话 因为 我们这边处理的就是 比较大的model OK 比较深 比较大的model 那用这些比较深 比较大的model 来做transfer learning 才有意义 才比较有意义 OK 那 举个例子来讲 就是我们想要 resnet50 来解决 你自己的问题 OK 假使 OK 你也是要抓到那一千种class 你不需要做任何修改 但是 当然你的image的size 必须要跟原来一样 原来是224x224 那假设你的是不一样 假设是299x299 那怎么办 那你就要resize 它 resize你的image 那有什么function 可以call 就是tf.image.resize 这个function 你就可以resize the image OK 譬如说 你的image OK 是存在这个image 里面好了 那你用tf.image.resize 你后面给定它 你要resize的大小 它的resolution 它就会自动把你的image 全部resize成这样子的resolution 那你可以把这个结果 指定回来到image.resize下面 然后再把这个东西 当作input way 给resnet50 OK 那这边当然 如果你的这个image 是长宽的这个比例 不是 因为224x224 当然 它是一个正方的一个input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的这个input 这个image 不是正方的 假设一个长方形好了 那你如果说把这个in 是缩成正方形 那个可能会把里面的一些影像 弄得很奇怪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你需要先切出来 切成合适的大小 再去做这个大小的调整 OK 你先crop 然后再resize 那当然其实在那个tensorflow 它其实有一个function 直接可以让你直接做crop 跟resize 就是这个tf.image.crop 叫andresize 所以其实各式各样的这个工具 这个tool API tool 其实都很方便 都很方便 那这个 详细我就不讲了 那至于说 其他还有说 那个其他还有说 你要 这个因为你要用这个 这个resnet 这个50 这个50 那 假设你现在有一些image 你要做这个inference 利用这个resnet50做inference OK 先不要讲说transfer learning 先讲说你要怎么样用这个pre-trained model OK 那你通常你要把它做一些scale 做scale 那有两种可能 那一种可能是把它scale到0跟1之间 另外一种scale成-1到1之间 就是每一个pixel 你做scale 要不然就是scale成0到1之间 要不然scale到-1到1之间 至于是哪一个 不知道 OK 不知道怎么办 你不要管它 其实不要管它 什么叫不要管它 因为它 在那个 Keras 它这些pre-trained model 它们都带着一些工具 像这个 它会带着这个叫pre-process input function OK 那 所以你只要把你的这个image OK 假设你原来的image 你没有做过调整 假设你原来是从0到25 就是你的pixel的intensity 就是它的那个color intensity 就是0到25 就是 就是维持原来的情形 那你就把那个image 你这个image 位到这个pre-process input 它就自动帮你把 它的那个scale 那些前处理都帮你自动做好 OK 那这样你就不用去管它 是从0到1之间 还是-1到1之间 因为我们不知道啊 对不对 就知道它的那个pre-trained 是怎么样 pre-trained 对不对 所以呢 所以最安全的就是用这个 它的这个pre-process input OK 那 我们就看一下这个例子 就是我们把这个image resize 过的image 那为什么要乘上一个255呢 因为前面我们 可能已经把这个resize的image 已经做过scale 做过scaling了 可能把它已经缩到0到1之间了 OK 那为了要把它恢复成原始的样子 那我们就把它乘上255 那就会变成0到255之间 OK 然后呢 这样子呢 就再把它 把这个image 位到这个pre-process input 这个function里面 然后它就自动 帮你处理好 变成这个input 那有这个以后 你就可以把这个input 直接位到这个model predict这个input 那它会输出来什么东西 它输出来 对每一个 这输出来是一个 是一个 data frame 那基本上 它是一个 你有多少个 多少比 那个image 在input里面 它就有多少个growth 那 至于说 有多少个column呢 因为我们现在这边是这个image net 对不对 它总共有1000类 对不对 OK 所以它会output 1000个column 每一个column 代表 每相对应的class它的几率 OK 从class0的几率 class1的几率 class2的几率 一切一推 OK 大概这个样子 OK 那 但是 就像我刚 同学大家都知道说 像我们这边 其实我们通常是 要比的是什么 Top5 所谓TopK TopK Error 对不对 所以我们care的比较是那种 比如说 Top3啊 Top5啊 这种东西 那 在这种情细 我们要 我们拿到这个很大的这个matrix 其实 其实 不好看嘛 所以要怎么办 OK 很简单 你这边把它设定一下 你用这个 用这个DecodePrediction 这个function OK 你把你拿到这个output 给它 然后你top assize 成top等于3 它就会把你这个 前三个 就是你的那个 機率最高的前三个class output出来 OK 那这边下面当然是 你就 就是看你要 output成什么样子的format 你这边是output format的一些整理 那最后 这边结果大概长这个样子 你看 第一个image0 它有 它是这个output成palace output成bell code output成monastery OK 那这三个个 这个机率各是42.87% 40.57% 14.56% 那第二个 第二个 第二张image imageNo.1 那 第一个 最高的机率是vase 就是花瓶 46.83% 再来是cup 机率是7.78% 再来是daisy daisy daisy是一种花 是什么花 向日葵吗 还是什么东西 忘了 反正就是4.87% 那结果呢 这两张影像 其实呢 在那个 在那个作者 它的那个叙述里面 第一张影像 它事实上是一个monastery OK 那第二个影像 其实是一个daisy 就是那朵花 OK 那monastery 我还可能比较难去解释 但是 daisy的话 为什么 这个make sense 这个daisy 一定是放在一个花瓶里面 那只不过它 侦测到那个 侦测到花瓶 它后面才侦测到花 并不是说 它没有侦测到花 也不是代表说 它第一个vase是错的 OK 只是单纯就是说 它认为说 它的重要的物件是 是花瓶 但是 对我们人来讲 我们可能比较care的是 放在花瓶里面的花 OK 那 如果说你从 从Top3来看的话 这两个结果都是正确的 只不过它正确的class 都是第三个 都是第三个 这样子 OK 那当然 你也可以用 这边有很多的pre-trained model 你也可以用它来做transfer learning OK 那这边有 这pre-trained model 我这边列一下 包括什么 resnet variant google net variant 像这个 Inception v3 Inception v4 还有Exception Vcc net 这个variant 跟这个mobile net 跟mobile net 跟mobile net v2 那这里面前面大多 我们都讲过 除了这个 这个 前面的那个 那个 resnet 50 下面我们都讲过 除了mobile net 跟mobile net v2 其他的我们都讲过 那mobile net mobile net v2 是什么东西 基本上它们也是做image classification的 但是呢 它们是特别的 这个model 它们是特别训练出来 给这种 所谓的 embedded system 来用的 OK 就是用在这个 mobile device 上的 OK 那比如说 用在手机上 OK 类似像这样 所以说 因为它的那个 resource 比较有限制 所以它这种model 是比较lightweight model OK 那如果说 你想要用的是 你的target 这个 这个 是说 你要设计一个 比较 比较 比较lightweight的 这个model 用在这个 embedded system上面 说不定 你transfer learning的时候 你可能要mobile net 或者mobile net v2 来用 OK 因为你 这两个model 比较 比较小 OK 那如果说 你想要 做一个 自己的一个 image classifier OK for classes of image that are not part of image net 举个例子来讲 如果说 你想要 分辨一些花 那我们当然知道说 image net 它当然 有一千类 它里面当然也有花 可是它的花 可能不是你 你 你这些种类 那 当然你可以做transfer learning 那 那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是 雖然前面一章有讲过 transfer learning 那这边是 我们真的拿这个 已经pre-traded model 来做一下这个 transfer learning 所以这个 这个其实 因为这个是比较 接近真实的 OK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 在这边的话 我们用的是这个 tensorflow 这个datasets 这个 API 这个datasets API 在这个第13章有cover 我们没有cover 第13章 所以这个 那个CN 其实是 我没有记住 是第14章 前面一章 我们其实跳过 但是其实 我们这边 其实不太需要 知道 这个datasets 这个API的详细 应该还是可以看懂 这个code 那如果说 你们对这个 这个datasets 这个 这个 还有更多 興趣 你们还是一样 还是一句老话 欢迎大家 自己去把那个 chapter13 拿出来看一下 那我们先 这个 import tensorflow datasets ok stfds 我们就把它缩写一下 这样比较好用 datasets 豆.info 等于这个 我们用这个 这里面的 点load 那把这个 tfflowers 这是一个 資料集 把它load进来 那我们load 这个进来的时候 我们把 assupervised 等于true 这样子它才会把它 label一起load进来 ok 然后 withinfo等于true 那这样它会把 一些 additional的 就是information 把它也一起带进来 那 所以 这个dataset size ok 这总共 它其实是只有 training dataset 那这总共有多少个 总共有三千六百六十 七十个 七十笔 这个image 其实是很少的 ok 因为你要train一个 image classification image recognition 的model 其实三千多张 其实真的是很少 而且注意到 事实上 我们这个资料集 只有training set 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 这个validation set 我们没有test set 所以我们还要把 这个validation set 跟test set 从这个training set 拿出来 所以事实上 如果我们分出来 再把这个validation set 跟test set 分出来以后 我们剩下来的 真的可以拿来training train这个model 只剩下不到三千张 不到三千张 所以其实是非常少的 非常少的 ok 好 anyway 那这个 像这个 我刚刚不是说 我们可以设置 withinfo的一处 那withinfo的一处 它就会给你 像这个class name 还有这些 additional information 然后 它这个 number of class 它事实上有 有五个class 有五个class 那这五个class 就是五种花 那包括这个dandelion daisy ok 这些总共五种 ok ok 那我们第一个先要把这个 资料集 把它 这边 这withinfo的一处 它就会 拿到说 这个name of the classes ok 还有拿到这个dataset size ok 然后再来的话 就像我刚刚讲 它只有training dataset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 分开来 分开成 split成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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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lidation dataset 跟training dataset 那 就是 在这边 我们把它split出来 ok 那简单讲 这边 我们把原来的资料集的 10% 当做test dataset 15% 当做validation dataset 那剩下75% 当做training dataset 那大家可以算一下 剩下75% 那全部有3670张 事实上 你大概只有3000张不到 ok 这个当做training set ok 那 你可以把这些 都loaded进来 都loaded进来 把它放到这边来 然后 再来的话 我们要preprocess 这个image 对不对 那 我们刚刚已经跟大家讲过 ok 我们可以用这个 这个pretrain model 里面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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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process 这个 input的这个function 对不对 ok 那我们这边要用的 这个pretrain model 是exception ok 所以呢 我们这边先第一个function ok 因为我们这个东西要用在 test dataset bellation dataset 跟training dataset 我们都要去code这个function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我们第一个function 因为这样子我们这个 直接可以用三次 不用重写就code三次 那 这边的话就是说 我们这个resize image ok 先把它resize成224224 因为它原来的那个大小不是2424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resize image 扔给这个preprocess input 让它去做scale ok 去做scale 然后把这个东西结果传回来 ok 传回来它的image 跟它的这个ground truth label ok 来做training 然后这边的话 就是一开始 就是batch size 32 然后我们做一个shuffle ok 我们只有training set 就要做shuffle ok 因为我们是要用training set 来训练model 所以我们希望它里面是要 这个比较random一点 ok 这个应该在我们的第一章就有讲过 对不对 就是我们希望它那个training data set 尽量random一点 这样子比较不会 就是training的时候 比较不会有那种问题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把training set validation set test set 经过这个preprocess 这个function 然后我们把这个batch prefetch 都弄好 ok 然后弄完了以后 ok 那我们当然也可以在那个 因为这有不到3000笔资料 image data 那如果我们要的话 我们也可以做这个data augmentation ok 那其实我们这一章的开始的时候 我们有讲过data augmentation 就是alexnet 记不记得 我们在讲alexnet 里面有讲过data augmentation ok 就是说 我们可以比如说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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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我们可以做这个random crop 就是或者说这个random flip left right 就是水平的这个把它翻一下 ok 那这个这个 这些都都可以做 就是说 你可以得到更多的training data set ok 那 因为我们是花嘛 花水平翻转一下 还是同样是花 同一种花 但是你当然花你不能垂直翻转 垂直翻转 看起来就很奇怪 ok 好 那 那 这个Keras pre-processed image 这个image data generated 这个class呢 也可以让你去load image from disk and augment them in various ways 就是说你甚至可以从disk那边读资料进来 然后再augmentation它 这些资料 这些image ok 那你可以shift each image rotate image rescale image flip image horizontally or vertically ok 那shear 什么叫shear 就是用 类似箱用剪刀把它剪成一个特别的形状 然后那个 apply any transformation function ok 那这个 这个如果说你是做一个simple project 它就非常非常有 就非常方便了 但是building这个tf.data pipeline has many advantage 其实那个 你用这个tf.data pipeline 就是有一些优势 那这个tf.data pipeline 其实是在 就是chapter 13 cover的 那 这边我就skip掉这个好了 因为 其实 那个pipeline 我们这边 我们其实没有讲 上一张的东西 所以 同学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就是可以去 回去第十三张看一下 这个东西 那因为它可以 可以平行做 这个东西 所以它 它会更有效率一些 但是 那甚至在这边 这个pipeline 在19张也有去讲到 怎么去把这个pipeline 用在这个production里面 ok 那 那这边我就略过去不讲 ok 因为这个东西 其实我们上课 就是说 不会cover到这几张 ok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就是把那个pre-trained model 把它load进来 那这个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特别 好好讲的 我们刚刚前面已经看过 base model等于 keros.applications.exception.exception ok 这边waist等于image net 到这边大家前面都知道 但是呢 这边我们多了一个参数 是include top等于force 这个include top等于force 就会把上面几层拿掉 注意哦 不是上面一层 不是只有它upper layer 它会把 那个 因为这个exception 如果大家还记得 我们其实是 那个upper layer 是一个dense layer 1000个neuron 然后在前面 这个upper layer 再前面一个是 global average pooling ok 那再往前面的话 是那个 是那个 所谓的 所谓的 那个 那个 depth-wise severable convolutional layers ok 那 我们这边其实呢 当你把这个include top 设成force的时候呢 它 其实会拿掉两层 它把upper layer 那层dense layer拿掉 它也会把所谓的 那个global average pooling 那层拿掉 它不是只拿掉一层 这边要解释一下 ok 然后再来 ok 所以呢 你再来的话 你自己必须要再把 global average pooling 再把它自己加回去 但这个就是新的东西 ok 那它用的是这个base model的output 当做它的input ok 那这个的output是average 然后的output的话 它就take这个 AVG等于它的input 然后用这个 它这个是dense layer 那你是number of class 在这边的话 因为我们这flowers只有五个class ok 所以这个是五 ok 那acquivation等于softmax 因为我们是classication ok 那这个的output是output 那这个其实是functional API 大家到现在应该都是比较熟了 ok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把model把它建好 ok 它的input 是这个base model的input output的话 就是这个output ok 然后就是这个model 建好 那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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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来的话 那个前面我们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我们做transfer learning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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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这个前面pre-trained的这个model 那些层把它freeze起来 ok 我们先去train那个 新加进去的层 用比较大的这个learning rate 去train新加进去的层 ok 所以这边 你看 我们是一个forlayers in这个base model.layers 我们把这个layer.trainable 设成force 就是下面那几层 我们把它的那个weight 都先把它固定下来 把它freeze起来 不要动 ok 那 我们不能用这个 这个base model 等于trainable 这个trainable 等于force 去这样设 去这样设 因为呢 我们这个这个 我们的model use这个base model 这个layers directly 那不是用这个base model object ok 所以我们不能这样设 ok 那 最后 就是我们要把它compile compile model 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在讲那个transfer learning的时候 就是说你当你设定某些层 比如说把它freeze 或者说unfreeze的时候 你总是要重新compile 然后重新fit 才开始做fitting ok model fitting 所以这边一样 你刚刚前面是先把它freeze起来了 ok 所以你这边的话 你optimize 设成这个 这个 这是momentum optimizer 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 ok 那它的这个 这个momentum跟decay的这个参数 用的就是 这个hyperpronger用的其实是default ok 这不用改 但是呢 它的learning rate是0.2 这个是比较大的 这是非常大的learning rate 这是比较大的learning rate ok 然后呢 接下来 我们把model compile ok 是sparse categorical close entropy ok 然后optimizer 就是用这个optimizer 然后再来 matrix accuracy 然后我们开始做fit ok 那我们用这个training set 然后用这个validation set ok 然后这个epox是5个 我们就是run这个run5次 ok run5次了以后呢 大家就是先快速的train一下 用比较大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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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快速的train一下 ok 那这个training呢 它会比较慢吧 那就是 unless you have a GPU 但我想大家现在在这边 大概都 都还 要不然就是 应该你们都有实验室嘛 对不对 实验室应该都有 都有GPU machine 如果没有的话 好 这边有跟你讲说 你可以用collab ok google的collab 那googlecollab就有GPU long time 就可以用 不用钱 但是呢 事实上我想大家 现在都已经做到 第二个project 都快要交了嘛 理论上 你们 你们应该自己有办法去用到GPU ok 那如果说有问题 应该助教都已经跟你们讲collab 什么用了 才对 如果说你们还有问题 理论上 这个时候应该不是问题 但是 just in case 你还是可以反应给我 好不好 anyway 那这个 collab我就跳过去不讲了 ok 然后再来 经过五个APOC 通常的这个正确率 大家可以跳到大概 75 80%左右 ok 正确率 但是呢 就是 就不会再进步了 ok 因为其实 因为你的learning rate太大了 ok 那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 那个freeze的那个 那个layer 把它unfreeze下来 然后再 再去fine tune一下 ok 你可以把所有的freeze 那个freeze layer 都unfreeze 或者说你可以unfreeze上面几层 这个当然是看你的资料多少啊 然后很多的factor需要考虑 那在这个例子来讲 其实呢 我们就把所有的layer 原来的freeze的layer 全部都把它unfreeze 所以我们把这个base model layers 全部都设成true trainable设成true ok 那就是说他们 就是不再是freeze了 然后 那经过这样子的调整以后 ok 我们需要再重新compile model 大家要记得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upmiser 也要重新设定一下 你看 这个learning rate 我们的momentum跟decay 是维持一样的这个参数 但是learning rate 这是小很多的learning rate 因为我们是这边是微调了 我们这边不是用很大的这个learning rate ok 然后我们把它compile再fit 然后这个fit 花一点时间 那大概就可以提升到 大概95%的正确率 虽然你只有3000笔资料不到 但是你可以 就是说利用transfer learning 你可以 可以 从这个pretrain的exception model 可以train一个model 正确率到95% 应该还算不错 因为你就只有不到3000笔的image 这个label的image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 还可以的结果 ok 但是呢 其实呢 就是说 就是说 computer vision 这个当然不是只是做classification ok 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也会希望说 譬如说 除了知道说它是什么花 我们也希望说 在这个照片里面 这个花是在哪边 ok where the flower is in the picture ok 那我们要怎么办 ok ok 那 其实呢 ok 当然 判断它是哪一种花 是 是一个classification的这个工作 但是呢 你要知道花在哪边 它其实是一个regression的工作 ok 那 其实 判断花在哪边 通常 我们需要的资料就是 我们需要的结果是 我们需要的结果是 把那个花 框起来 用一个 什么叫框起来 就是用一个bunding box 把那个花 就是把它框出来 它的位置 ok 而且大小都框好好的 ok 那 那这个东西呢 其实呢 呃 我们 会需要output 什么东西 你要output 一个bunding box 你需要知道花的中心点 ok 那中心点 它有x coordinate 跟y coordinate 对不对 所以你需要output 这两个数值 对不对 再来 你需要知道这个bunding box的高跟宽 对不对 width跟height 宽跟高 对不对 那这两个又是两个数字 对不对 所以你需要四个数字 那这四个数字 每一个数字都是 都是一个regression task 所以说呢 严格讲起来 你要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一个 你要做 你要拿到这个bunding box的讯息 其实是一个regression 那它需要output 每一个bunding box 就需要四个这样的资料 四笔数字 ok 那我们现在先假设 我们先假设 它的那个 每一个image 就只有一朵花 好不好 就只有一个object 比较简单的情形 那 那 那我们 其实我们在 在学那个 Keras Functional API的时候 其实有学过说 你可以有 一个input 但是你有两个output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个以前学过 在那个Functional API的时候学过 所以呢 我们可以很简单做这件事情 就是 这样子 就是说 你那个base model 我们先拿到这个exception ok 然后呢 再来我们先加自己的 global average pooling ok 这个前面已经做过了 ok 然后呢 自己的output 但这个地方我们特别叫这个output 叫class output ok 因为这个是一个 是一个advasion的sofmax 它是 就是output这五个class的 那个 的那个 的几率嘛 对不对 然后再来呢 我们还有一个location output ok 这个会接在 这个global average pooling的 上面 那它会是一个 dense layer 它有四个neuron 为什么四个neuron 因为它会output四个值 ok 会output四个值 ok 所以 你有class output 你有location output 那你的model呢 就会等于呢 keros.model input 是base model的input 但是output 你有两个 一个是class output 一个是location output ok 那基于这样的情形 当你在做 你compiled model的时候呢 ok 你必须要提供 两个 loss function 一个loss function 给 一个output ok 因为 第一个output 是 是一个 classification 所以它是spot categorical 这个close entropy 这个大家 我们已经用过很多次了 ok 再来 第二个output 因为它是一个 所谓的regression output 所以我们通常用 这个mse min square error ok 然后呢 再来的话 就是说 因为我们有两个output 所以我们的loss weight 它之间的比重 要决定 那在这边我们给0.802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我们 比较在意 这个classification的正确性 ok 比较没有那么在意 那个位置的正确性 比较没有那么在意 不是不在意 对不对 还是一个0.2 嘛 不是0 ok 但是 这个东西其实要看你的问题的设定 你的问题的设定 你的问题的设定 也有可能你对位置比较在意 对它的class比较不在意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可能是0.2 0.8 这看你的问题 这看你的问题 ok 然后再来就是upmizer 什么的 这个matrix accuracy 反正基本上就是 这个就跟以前差不多 ok 那这个是 这个就是说 你同时间 output你的class 跟它这个object 它所在的位置 用bunding box来代表 ok 但是 记得一下 就是基本上 在深度学习 大多数的时候 大多数的时候 其实我们做的是什么 我们做的是 所谓的 那个 那个 就是 supervised learning 也就是说 你要train一个model 你必须要有 那个ground truth 对不对 你必须要有ground truth 要label 对不对 那我们刚刚前面 当然 我们从那个资料集 我们是有那个 它这个每一个花 它是那五种type的哪一种 这是我们有的 对不对 可是它的资料集团 并没有它的那个bunding box 就是那个花 它的那个 那个位置 我们并没有那个资料 那怎么办 ok 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 getting a label ok 那这个其实 most costly part of machine learning ok 我同学 在教大 他喜欢讲这个东西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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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就是说 因为我们这个东西 人工智慧嘛 对不对 那做label这件事情 他每次都讲到 这是工人智慧 ok 因为是用工人 就是说去 去花很多的那个 那个时间 去把它搞出来 所以这个东西 要花很多时间 那当然 ok 就是说你也可以用一些工具 那这些工具 并不代表说你可以 工具run run 它就自动跑出来这个label 不是喔 其他只是帮助你比较好 比较方便 可以去label这个 这个picture 这个而已 那像这种bounding box label 那有很多的 open source的 这个image labeling的工具 像什么VGG image annotator 什么label ing 什么openlabel ing 这个lab ok 这些都是open source的 这个工具 那也有所谓的commercial的工具 像这个labelbox 或者这个supervisely ok supervisely不是一个副词 它是一个工具的名字 supervisely ok 那 就是说 当然 当你的资料非常非常大的时候 你也可以考虑说 就是out source 用cloud sourcing去out source 给一堆人来帮你做 但是呢 这种cloud sourcing的这种platform 像这个amazon有这个mechanical Turk 这种platform 就是你可以 你可以说 我这个有工作在这边 你网路上任何人都可以帮我做 那你可以定义说 这工作是什么东西 然后 他帮你label 那label多少 算多少钱给他 这样子 就是利用 利用网路去找到廉价勞工 这种事情 对啊 那这个 但是事实上 就其实你会发觉说 其实 现实上 就是说 你会发觉说 如果说用这种 这种什么platform 去做out sourcing 这种cloud sourcing 这种 这种out sourcing 其实你会发觉说 你会花很多的时间 在交汇那些 人怎么样做label 而且他们就算是 就很多人 因为他们都是赚chip money的嘛 所以他们就乱 很多runlabel 那runlabel 你拿回来 你还是要去检查啊 对不对 所以你检查时间可能 比label时间还长 所以有时候不一定 赚到什么 什么那个 除非你有把握 你这个label 你这个 给他的这个 他都工作都做得很好 OK 或者说你的资料量够大 OK 你这个 这个前面这个 准备的工作 这个 这个 是值得的 OK 那甚至有人 甚至有写人 写了一篇paper 这个Adrina 这个Kovashka 这个写了一篇paper 这个讲到说 怎么样去 去这个 这个 这个 cloud sourcing 这个in computer vision OK 那这个 你们如果说要做这件事情 就是你可以去看一下 这篇paper 他是很practical的 这个介绍 OK 就是有什么困难 有什么 他自己的亲身经历 这样子 把它写成paper OK 那再来说 你当你做bonding box的时候 通常呢 你会 就是说 我们现在先假设 每一个image 就只有一个object 那你现在要create dataset 的item 就是说 假设我们已经有了 OK 每一个image就只有一个object 那你的这个 所谓的你的这个label 你的label 其实大概就会长这样 就是你有一个image 那相对应的class OK 就是那个花的class 还有它的位置 bonding box的讯息 相对应的bonding box的讯息 那你才可以用来train你的model OK 那bonding box 通常呢 这个讯息 通常需要被normalize normalize 被那个 这样子的话 这个horizontal 这个vertical coordinate OK 就是说这个height 跟width 所有像这些词 都在0跟1之间 这样子你在做training的时候 比较好弄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 那个通常哦 我们是去predict the square root of the height and width OK 就是说我们不是去算这个height跟width directory 为什么 因为如果说那个我们直接算height跟width 直接算了 10个pixel的这个arrow 这个 对一个大的bonding box来讲 跟10个pixel的arrow 对一个小的bonding box 它其实影响是差很大的 对不对 对不对 大的bonding box 差10个pixel 其实可能差不太多 但是小的bonding box 差10个pixel 可能就差很远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东西其实要看 你的这个bonding box的大小 这个其实很sensitive 所以说我们用square root来处理 而不是要用这个原来的height跟width OK 考量是在这里 考量是在这里 OK 然后 最后面 就是说今天最后面 我们再讲一下 就是在那个又处理bonding box的时候 我们当然前面的例子用的是 它的cost function是用mse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用mse嘛 这边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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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mse 对不对 这边我们的cost function是mse 但是呢 事实上 我们在做bonding box的时候 cost function通常是用iou 叫intersection over union 什么叫intersection over union 简单讲就是说 你的那个 两个bonding box的交集的大小 除以两个bonding box的连集的大小 我拿这张图来给大家看 假设这个绿色的是你的正确的bonding box 红色是你 那个model给你的这个bonding box 这个红色当然不是正确 对不对 就不太 当然 不是那么正确 应该这样讲 不是那么正确 那先讲交集 交集是什么 这两个bonding box交集是中间这一块 对不对 你可以算中间这一块的面积 对不对 这就是intersection OK 那交集是什么 交集就是这一块 这一块 就是这个 这个 长出去的这一块 就是这个 这一块 这是union 对不对 这两个都是面积 所以这个面积 出于这个面积 就是iou 就是intersection over union OK 那 大家可以想想一下 iou 最大是什么 最大是1 就是当这两个bonding box 一模一样的时候 这时候 联集跟交集 其实它的面积是一样的 对不对 那最小是什么 0 就是 两个bonding box完全不重叠 对不对 它联集当然还是有值 但是交集是0 对不对 OK 所以它是range到0跟1之间 range到0跟1之间 那这个是我们通常来训练 这个bonding box 这个bonding box 它的正确的时候 我们考虑的这个 这个performance matrix 或者说它的cost function 我们用这个iou OK 那 再下来 当然 通常 那个image 就是我们前面有做一个假设 这个假设其实不合理 就是说每一个影像 一个影片 一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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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它的那个每一个每一个这个image 就只有一个object 通常不是嘛 就像我们照花好了 你不会通常你照一张照花 不会这一张照片就只有一朵花 常常就有好几朵花 对不对 对 或者说你在路上随便照一张照片 OK 想要照一些人的照片 通常不会照到刚好只有一个人 除非你是你朋友叫你帮他 特别照一张人像照 你才会 噢别人都走开了 你才去照他 对不对 要不然路上随便照一下 都随便有三五个人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就是说通常一张照片 它就有很多的object 对不对 对不对 那怎么样子 同时在 你可以判断 就是说 就是在做这个object classification 同时在可以定位 就是说你在这个 找到这些object的bonding box OK 那这个东西叫做object detection OK 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好不好 这个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讲 好不好 现在几点啊 欸 9点28分 算得很准 还好 OK 对啊 其实也不够啦 剩下2分钟 这个不可能2分钟讲完